好,下一位,鍾國斌議員 謝謝主席,我繼續跟進域外播放的問題 當然,比書長有解釋過,在香港自己製作,在香港播映,可能這條條例會被監管 甚至香港製作,我放在外面,國安法都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在外國的媒體,他自己製作一些影片,例如B什麼C,C什麼N 他自己製作一些Documentary,在他們自己的平台 當然有很多時候,我們要下載他們的Apps,他們在那裏播 可能在我們的角度,或者特區政府的角度,那裏是有影響到國安法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是始終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 是嗎? 是,副秘書長 謝謝議員 我會這樣去解釋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是保留我們現行電影檢查制度 現在說電影,當然電影就比較寬一點,不只是那種寬的那些 剛才主席也有提到一些比較短片,那些都叫做電影的一部分 所以,就只是規管在香港公開上映的影片 那所以,那裏面,現有的機制裏面那些 譬如先要送檢,分級,那種種的東西 這些這樣的機制,也都不適用於現在互聯網裏面那些東西 互聯網那些東西,我們是不會預先去檢查 你才可以看到,那這個不是電影檢查那個法例的精神來的 那所以,但是話雖如此,我剛才都有補充,就是說 就算我們電檢條例不管 因為那些不是傳統我們電檢條例寫出來 想規管那種模式的放映,但是在這個線上線下的世界 其實都是要遵守我們現在所有的香港法例,包括國安法 刑事帳號條例,但是就不是用我們現在 在議員面前見到那種這樣的形式去處理了 就是我們這種呢,就是我沉氣這樣說,就是說 有一個成了形的片,送來電檢柱,我們去檢查 跟著分級,跟著去建議說 用不需要去刪剪,或者加告示,或者種種的處理 然後給他一張證據,然後說你可以放了 那這一種這樣的制度,就不適用於那個互聯網 那些線上線下的世界 其實這個工具不是這樣用 不過要管那些在那些平台所衍生出來 涉及國安的問題,現在的國安法和刑事帳號條例 是有相應的工具去處理的 那所以我想,我們就是用不同的工具去處理一個特定的問題 現在處理的呢,就是在公開放映符合條例裡面 就著公開放映的那個定義那種的影片 我們就是現在的條文想處理的那些東西 而為什麼特別這樣處理呢,就是我們都解釋了 因為電影始終都仍然是一個很主要的娛樂的一個來源 對於比較,簡單來說比較入屋 對於我們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電影檢查條例裡面 作出我們現在建議的修訂,希望可以加強那個 就是就著國安方面的那個監管 主席,我明白的 主席,我明白的,但是我也是比較親密的說 這條條例只不過是禁止一些在香港公開播映的影片 但是嚴格來說,如果有人是有心要做一些事情影響香港的話 或者散播的事情,我們始終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point我想提出來的 那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當然沒有這樣的能力了,主席 主席,我繼續有,如果沒有其他議員的話 我還有三兩條問題想問 跟著那個是我,不過你先問 不當然,主席 不不不,你可以繼續問 我想跟進一下邵家輝剛才提及的那個有個意見 他就說,如果整部電影,剛才提及的那個就是國產力07 其中有一點,就可能有問題 但是如果整部電影是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是不是都沒有事過的? 就是不會觸發到國安法的問題 例如有些劇情就說,是散播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應該做的,有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 但是原來結尾就是說,大家不要做啊,因為這個是壞事來的 就是說,那個過程之中有一點,可能看出有問題 但是整體來說,整部電影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這個情況,那個角度是怎樣呢? 那個觀點是怎樣呢? 主席 主席,其實呢,我會這樣去回答議員的 其實每一部電影那個表達的手法呢 和他預期的那個觀眾群啊 上映時候的那些情況啊,地點啊 都會不同的 就算同一套片 在不同的地方、時間去播呢 都可能有不同的效果 那所以呢,整體的影響不能夠一概而論呢 也都很難去就著一個抽空來說說 可以與不可以 但是呢,如果就著議員提出那個情況出現 譬如說,有個別的事情或者個別的鏡頭處理 我們電影檢查員看都是覺得 不是很適合播映的 無論是因為色情暴力、不雅語言 或者是其他引起仇視 又甚至是國安呢 那其實現在那個電影檢查 那個規管的框架之下呢 其實有不同的處理方法的 就是可能他剪了它啦 或者是適當地有些遮蓋了那個訊息啦 或者是如果說髒話的 他可能嘟了它這樣啦 就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甚至或者可能分級啦 如果不是老友嫌疑的 就是2A、2B,甚至是三級啦 種種的處理方法呢 其實現在那個電影檢查的框架之下呢 已經是容許我們電影檢查員和業界 是有不同的手段去處理這些 可能出現問題的鏡頭或者是場景的 主席 這個當然電影業界當然是很清楚啦 尤其是分了三級劑啊 或者剛才秘書長說 有些東西不行的就啪了它啦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是國安化的嘛 是新的 就是你當電影業界都當是一個新的 就是你不可以說 國安法的情況之下 你分了三級的嘛 或者一分幾級的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的嘛 但是 會不會在那個拍攝過程之中 可以有一些諮詢 的情況 就是說我問一問 這個不可以的 或者容不容它 或者會不會踩了界 過了線啊 這個會不會有這些這樣的 諮詢 副秘書長 剛才之前已經說過 他們有個諮詢機制的 不過我也想差一句 就是過去使用這個 諮詢機制的個案多不多呢 可不可以 多謝主席 多謝議員提問 其實這個諮詢機制呢 就 我順便一提 不是賣廣告 還是免費的 那麼 回應議員的提問呢 其實就是 無論是 拍攝前 劇本 或者是拍攝其中 或者甚至 後期製作 那麼其實 都沒有規定的 就是可以去我們電檢署 尋求意見 那麼回答主席的問題呢 以往確實是極少 就是我們根據紀錄呢 就很少人用這個機制 那麼我們估計呢 就因為 其實那個電影那個尺度呢 其實就是 經過這麼多年的演進呢 大家都很掌握 那麼所以可能 以往呢 就著一般的 電影尺度檢查那些呢 就業界可能覺得 都不需要太過 需要用這個 諮詢機制 那麼但是 其實那個諮詢機制在那裡呢 如果有新的事物 或者是情況 這個業界見到 是覺得 已不是很肯定 其實都可以利用一下 我們這個機制呢 就是 拿多些資料呢 是令到他們那個 拿捏更加準確 是 主席除了 諮詢之外 有沒有上訴機制呢 就著國安法的前提呢 好像是沒有上訴機制 但是你可以去申請 司法科學去法庭 主席我這裡補充一句 所謂沒有上訴機制呢 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 電影的審查委員會 叫做 覆核委員會 那麼我們就說 就著國安的決定 覆核委員會就 不適用 但是 譬如 現在任何的 政府決定都好 如果你 拿牌照 或者申請任何的東西 其實 第一件事 如果你得到一個訊息 第一件事 當然那個送檢人 不是可以跟電檢署詢問 其實就是為什麼呢 那麼這一個也是 那個機制裏面 現在已經有的一個安排來的 就是你收到一個 指示 一個決定 那麼你作為一個送檢人 如果你有些什麼 不明白 或者是一些什麼 那麼其實第一件事 你是應該問回 決定這件事 那個人那個當局 那麼其實就是可以問回 我們電檢署 為什麼其實這樣 會不會有多些解釋 那麼其實電檢署 現在 就著不同的電檢檢查 那個決定 都是提供著類似的東西 就是 送檢人如果有些什麼 不明白或者不滿 其實都已經是第一件事 他不會第一件事 就去那個覆核那個委員會 他一定是問回電檢署 為什麼會這樣的 請問電檢署 有沒有什麼 可以進一步解釋 種種 這個機制仍然是繼續的 下一位 中國軍議員 主席 主席 我跟葉劉淑儀議員 都問了那個問題 就是 外國 有沒有相關例子的法例 當然 譬如主長說 新加坡可能會有 有個 Firm Act 當然 他回答 就是說 我們 就算 律政處所的人 都未必會認識 外國的法例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在寫法例的時候 都會參考外國的法例 尤其是 大家都是如果 普通法的地方 可不可以稍後給我們一些 例子 你們參考過哪些國家 有國家安全法 在電影這部分 哪些國家有這些例子 稍後給我們 但我們都 我想用輸影方法補充 沒錯 最後一個問題 又是這個 電影影業協會 最後一段 有提及過 新的修訂條例 是未有提及 政府在此 應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以免 觸犯法例 這個可不可以真的 在這裏 給一些指引 這個 影業協會 我們沒有人想觸犯法例的 但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指引的話 即是 五舵 發網 或者不踩紅線 我真的不太希望看到 所以 如果 最主要的 機構 是希望有這個指引的話 我就希望 政府可以給到他們 謝謝主席 我相信這個都是你期望政府可以給到一些答案 是 你是幫我問了一個問題 知道主席,其實正如我講 我們溝通的隨兔是很暢通的 我們跟業界都有保持良好的溝通和聯繫 如果影業協會就著這些譬如電影檢查的指引 譬如就著我們已經出版了的一個電影檢查員那個 我們甚至可以再安排再解給他聽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公開的文件 我們跟其他業界的持份者解說我們那個指引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是解給他聽國家安全那個要求 或者現在那個指引那個類似針對的地方 裡面剛才說整體客觀效果那些 我們其實都跟這個業界和持份者都有講的 如果是影業協會覺得是有需要再溝通的 那我們是歡迎的 但是我們的理解就正如他那個書面那個 新術都有講的 他們都支持我們那個條文的修訂 多謝 答到你的問題是嗎 OK 這個問題不是答給我 答給影業協會 我不知道影業協會 是否只是說 讓官方坐下來溝通一下 就等於解決他們的問題 等於一個清晰的指引 這個是電影業界你們自己去和政府再溝通 不過趁這個機會 人家書面寫了出來 我不知道政府是不是應該書面回覆我們 好 我相信政府都會 我們會見到他說 譬如影業協會那個書面的申述 他們都提到 希望政府有一個明確的指引 其實正正我們就出了那個檢查員的指引 那我們是樂於去解釋 我們那個檢查員指引裡面相關的內容 那書面我們都樂於去提供的 好 還有我有幾個問題 我想用一個辦法 因為沒有其他委員要提問